所以今天我特別提到 蔣光安在會中提出他的台北願景 希望借鏡美國成功舉辦的 音樂季系列活動 加上台北獨有的潮流科技文化 除了重視創新跟炒根 重點是有共創的理念 讓台北活動更具有國際特色 而打出知名度 周爾賴區域夥伴一起來集思廣益 共創多營 共享共榮 剛剛也跟謝國良 國良兄一起交換了很多意見 未來一定是北北基陶 城市區域的治理 我們會提出很多共同的市政願景 那不只是造福台北市民 希望造福包括基隆市民 我們大家共榮共好 蔣光安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 我們很多次都一起討論 我很期待他未來不久以後 可以到基隆來來幫忙一下國良 萬安跟國良可以一起來跟民眾來啃脫 當然未來我們初步的規劃 透過台北國際潮流音樂節 能夠先從音樂開始 剛剛談到這是我們的優勢 我們匯聚音樂的人才 讓源源不絕的創意 能夠發揮出來 然後整合現有的資源 包括擴大既有的活動 台北電影節 異歲節 新創基地節等等 還有包括每一年的電腦展 Innovax 還有包括白週之夜國際書展等等 把它串聯起來 其實台北市絕對可以舉辦 這樣大型的像西南天南活動 對我想不只音樂器 我想未來很多的活動 還有相關市政的推動 都是需要跨縣市的合作 所以這個部分一定會跟國良 一起好好的來溝通好好討論 我們一起合作 讓很多共同的城市 大家都能共榮共好共享 而會後謝國良則提出 他希望推動內科廠商到基隆 來設置營運分佈 降低通勤的機會 也增加在地就業的可能性 而未來他會跟萬安好好的來討論 解決內科跟基隆台北間的 通勤塞車問題 不過基隆民眾真的每天 都要經歷這個通勤的過程 我覺得大家相當的辛苦 我們看了已經也有好幾十年了 我真的覺得 我們一定要把我們的就業 要留在基隆留在當地 哪怕是五堵六堵 也是基隆的一部分 我們就是要把就業 大量大規模的就業 要把它移到基隆來 其實內湖科學園區 大家都知道現在有過於擁擠的問題 所以我認為說未來 如果某些企業 能夠從內湖科學園區 發展一個分佈 或者是一些移轉 到我未來五堵 推動的基隆科學園區 我覺得這個是未來 對內科也好 對基隆的就業也有很大的幫助 這個就是未來我會跟 萬安市長來合作的一個地方 記者黃日生 台北報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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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